新北推漁港轉型 禮品40億商機 希望 第一個能夠用智能科技 讓漁港充分的轉型 第二個 希望能夠深耕漁場的品牌化 帶動經濟商業的發展 以及第三 希望藉著海洋的衛跟保育 永續漁業的發展 這三大面向會讓我們的漁港 不斷的蓬勃的發展 新北市農業局主打日野海漁港方案 用以精進漁港轉型 在維持既有漁座功能 保障漁民生計的基礎下 更發掘在地風俗、特色 進行漁港基因大改造 為了智能的管理 讓漁業的漁產品牌再升旺 同時創造多元漁港漁業經濟 漁業初表示 智能漁港是在必行 目前已經朝向5G科技邁進 舉凡路燈報修、 傳流監測和暗水電管理等等 皆可遠端取得數據 並即時派員報修 侯友爺也提到 轉型是要帶來更多經濟產值 打造新北市的品牌 這個轉型是幫助它 帶動更多的經濟產值 那為了 我們要發更多的資 精力 更多的物資 能力 在這一個轉型上 除此之外 新北市也在貢寮區打造富裕基地 在東北角打造富裕金三角 來創造有序海洋